好 继续来看到玉里夏德武部落文件站的长者们 以亲生经历秀出他们在文件站共餐共学 在地健康老化的成果 说到部落文件站照顾的部落长者们 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活力不输给年轻人 这里是玉里镇夏德武部落文件站 玉里镇夏德武部落文件站109年开站成立 站上20多位的长者平均年龄约70岁以上 赵福元以圆明会规范准则 设计规划多元的课程内容 活泼的教学方式来带领部落长者们共学共餐 也深受督导长官们的肯定 像在夏德武文件站 他们虽然只有20几个长辈的集聚 然后他们有些量能提升服务 他是针对站上的长辈没有办法到站学习 或者是跟他互动的长辈 然后他们会提供量能提升的服务 然后到长辈家里面去协助他们用药 或者是也是到长辈家里面去生理两侧 然后有送便当的服务 手作的部分 就是手作 对那我们这边长者因为年纪稍微有比较大了 然后手没有以前那么巧 那眼睛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的锐利 在手作的过程当中 经常会到一些困难 但是我们在旁边是一直去鼓励大家 说明华先生你很棒 你很棒 然后当他们去完成一个作品的时候 我们看得到他的一个成就感 不管他今天作品是做得很好 还是做得稍微有一点点的 不那么的完美 可是对长辈来讲 我觉得最后那一份完成作品的成就感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大鼓励 尤其融合部落传统文化智慧 以及工艺技术的学习内容 让部落长辈们动动手动动脑 学习性质高也相当有成就感 夏德武部落文件站举办这一场成果展 不仅是歌舞欢唱同乐 现场也展示长者们平日学习的成绩 以及作品 彼此交流观摩也相互欣赏 欢喜分享这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接着是玉兰玉璃正采访报道